二肩半膜脫水跟心率不整 通常是兩個事件 可是我們在臨床上看到 兩件常常一起發生 其實跟很多 XX是有關係的 有一個女生大概二十幾歲 然後就說胸痛胸悶不舒服 然後又喘不過氣來 我就會很喘 甚至運動到一段時間 她會頭暈 在身體起來的時候特別明顯 看她血紅度非常的低 大概只有五而已 所以在外面的醫生都會告訴她說 啊你心臟不舒服 一定都是二肩半我頭脫 後來才發現她其實是復刻的問題 健康聊天室民意報你知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鈺 在2022年奪下精重勢力的陳雅蘭 現在要一邊製作新節目 又要一邊拍攝舞台劇 接著還有新戲即將開拍 導致她身體出現問題 她透露她先前就有 二肩半魔脫鎚的問題 感覺心臟快從嘴巴跳出來 在上一集的節目中 我們聊到了心率不整 有哪些症狀 以及該如何治療 在這集的節目中 我們就要來聊聊 二肩半魔脫鎚這個議題 陳雅蘭天生就有心臟 像二肩半魔脫鎚 她提到自己一天會心臟好幾次 尤其是躺在床上 心臟跳動感覺太激烈 會頭暈失眠 一天睡不到六小時的她 更不敢吃安眠藥 這個狀況已經維持一兩個月之久 直說可能是血壓太低 可能壓力太大了 而她因為賣掉山洞 防止籌錢拍歌仔戲 現在住在恩師楊麗花家裡 過年只休三天 巧遇楊麗花的榮種醫師女婿來拜年 對方勸她不要逃避健康問題 她才帶心臟追蹤器追蹤 更說因為不愛吃藥 之前都故意忘記吃 不過目前馬不停蹄拍攝星系的她 面對嚴重健康問題 也只好乖乖聽醫生的話 首先我們先來歡迎心臟內科 林衛文醫師 醫師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線上的聽眾各位大家好 其實很多人呢 其實他在心率不整的時候 他其實也是有二肩半魔脫鎚的一個情況 那時候他請醫師來聊一下說 二肩半魔脫鎚我們常常在健檢的時候發現 但是他都醫師都會跟你講說 好像沒關係就是可以共存這樣子 那請醫師來聊一下 二肩半魔脫鎚是一個怎麼樣的症狀 我常常跟他講這是一個現象 不是一個真正的病 當然極少數極少數有一些書上有提到 或是個案報告有提到說 二肩半魔脫鎚大嚴重造成嚴重的逆流 需要做半魔的修補 我說實在我到現在職業大概十幾年 我還沒有遇過真的需要修補的二肩半魔脫鎚 所以基本上大家不用過度去擔心說 二肩半魔脫鎚會產生比較嚴重的影響 可是他的確會造成一個困擾 就是生活形態上的困擾 因為大部分都在年輕人 而且女生高瘦的身材 這種會蠻常見的 所以我們又打去給他一個病叫做明魔病 因為可能壓力大 工作很累 就開始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們在華語之前 像有一個很有名的美女叫西施 有西施捧欣有沒有 他應該不是心血管疾病 應該是二肩半魔脫鎚造成的不舒服 就是明魔病 其實二肩半魔脫鎚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的心房跟心室之間有一個瓣磨 在左邊的話叫二肩半 是兩個瓣而已 但是你比較瘦高的話 你的瓣磨相對長的會比較長一點 長一點你在收縮的時候 它應該瓣磨會關緊 變成它太長的部分 它會有一些 它比較鬆散會突出來 所以你在收縮的時候 它會啵啵這樣突出來 這叫脫垂 不是逆流 逆流比較嚴重 逆流是整個門壞掉 造成血液逆流 但是脫垂就是它垂出去這樣 推到心房的地方 那這種脫垂的時候 當你的心臟壓力很大的時候 收縮很劇烈的時候 它這個脫垂就會更明顯 對更明顯的話 你就會覺得不太舒服 有的人會更敏感 他覺得胸口悶悶點 會轉破起來 或是有點痛 那種感覺 如果你真的很不舒服的話 我們可以給你一點藥物 讓心跳變慢一點 收縮力減少一點 心臟不要那麼負擔那麼大的話 你的脫垂的症狀就會稍微比較好一點 所以二肩半魔脫垂 是有可能跟心律不整 同時有產生的 通常二肩半魔脫垂 跟心律不整 通常是兩個事件 可是我們在臨床上看到 兩個事件常常一起發生 但是他們互相沒有特別的關聯性 那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跟很多壓力是有關係的 因為可能最近情緒壓力 有可能來自於 所謂的周遭環境給你的壓力 甚至有的人就是天氣變冷了就不舒服了 有可能是心理上的壓力 有可能是身體上的壓力 身體上的壓力 包括你可能甲狀腺的一些問題 荷蒙失調 或脂肪感神絲失調等等問題等等 都會影響到 甚至有些人 他會覺得 在生理起來的時候會特別明顯 所以我常常臨床看到 有一個女生大概二十幾歲 她就說胸痛胸悶不舒服 然後又喘不過氣來 我就說那你可以運動嗎 她說沒有辦法運動 運動就會很喘 甚至運動到一段時間 很喘之外她會頭暈 後來我看一下 欸不對啊 臉色很蒼白 所以我說會不會是 就是本來就比較想要 比較白這樣子 後來我覺得不太對勁 眼睫膜一拉下來 就是整個本來就粉紅色的眼瞼 就變成都是白色 我說你可能是有貧血 所以幫她抽血 看她血紅數非常的低 大概只有五而已 後來我也發現 她的血壓非常低 她血壓只有八十 歐本五十左右 那二十幾歲一個女孩子 如果貧血低血壓 那你在細問的話 你要說在生理起來的時候 特別明顯 那個症狀特別嚴重 頭暈啊喘不過氣來啊 或動一下就會很喘 後來才發現是 她其實是復刻的問題 所以問題 貧血可能就要輸血 急性 她血紅太低就要輸血 那第二個就是低血壓 就教她怎麼樣預防低血壓 必要時可能可以用一些藥物幫忙 第三個才是根本治本的方法 就是說她造成她貧血的原因 就是因為復刻的問題 最後就是去處理這個子宮肌瘤 那她解決了她的精血量過大這些問題 可能甚至一些服用一些荷爾蒙控制 所以這樣的她的問題就完全改善 她的以往她的頭暈呼吸困難 或是運動不能 就運動一下就很喘 她現在都可以運動 稍微跑步都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要針對這個小小的一個案例 我們可以知道要先抓出疾病的問題 我們看到的表面只是她喘她頭暈 她有些人可能會心悸 她心跳會比較快一點 但這個病人其實後來有做超音脫節了 都沒有問題也是一樣有一點點二肩膜脫節 所以在外面的醫生都會告訴她說 你心臟不舒服一定都是二肩膜脫節 結果後來才發現二肩膜脫節的確是有 那是一個原因 但是它不是最主要讓它不舒服的原因 它只是一起存在的 那如果我們真的有發生一些行為的心律不整 我們來看醫生的話 會做一些心電圖那些嗎 對 基本上我們做一些心電圖的簡單 就是除了靜態心電圖之外 還會做一個動態心電圖 包括運動心電圖 甚至我們幫你背24小時心電圖 就是讓你帶回去在一天的時間 去看一下你有沒有心律不整的變化 因為有些人可能甚至說 我半夜就是心計很厲害 像是這個個案說晚上它會心計得很厲害 我們不可能那時候幫你抓來做靜態的心電圖 就可能讓你背個小機器回去看 監測你的心律 那有人會用Apple Watch 或是用什麼一些測心律的手錶 甚至有人會做一些穿戴裝置 就回去監測你的心律 當然都有 在外面都有琳瑯碼碼碼 就是這些監測心律的裝置都可以 甚至有一些可以植物型的 就是可以放三年 在皮下 無時無刻都在監測你的心跳 可以測三年 這一種植物型的 這種現在也越來越多人注意到 當你不舒服的時候 去看那一段心律有沒有異常 就可以知道那時候是 你的不舒服是跟心律不整是有關係的 那像我們有這樣子 心律不整或心計問題長期困擾的人 他飲食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注意 對其實我們都知道 有些食物 會或是有一些東西 會造成心跳會變快 例如像是抽菸 喝酒 醃酒 這個最常見 咖啡 有一些茶比較濃的茶 咖啡跟茶裡面有一個物質叫咖啡因 它是一種強心劑 它是會刺激你的心跳變快 而且另外有一些人喜歡吃辣 這些 它可能吃辣的時候 它因為它是一種味覺上的刺激 也會造成你心跳變快 所以會刺激你的交感神經 心跳會變快 會容易出汗 血管擴張 有一些興奮劑 可能你感冒的時候 在外面診所拿一些藥物 它可能會流鼻水和一些鼻塞 它會給它一些甲金麻黃素等等 類似這種 類似它會造成中途興奮 或是有一些氣喘 它會噴一些噴氣 它也會造成一些心跳變快的一些問題 副作用等等 所以有可能也跟藥物有關 跟你身體的身體狀況也是有關係 這種其實 基本上這個都有可能是因為這個辣椒素 刺激到你身體 造成交感神秘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也跟病人講說 其實就是盡量避免這些 會讓你心跳變快的物質等等 好那今天非常謝謝醫師 謝謝 好想知道更多的健康資訊 下次請十句鎖定健康聊天室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